是 我是馬路專業馬路面 在我旁邊的是大成哥 是 今天我們就會講風格 以及做一個小測試 在這個之前 我們需要了解一下 整個引擎進去風等等 結構上面 原來要經過什麼部分 我會有做提燈的人 我交給大成哥講解一下 風格就是在風鼓裡面 經過一條喉就去一個 我們叫風喉 入風喉搭進柱風批 有個風氣流量計 接著這個就進去天峰 天峰接著進去生氣批 生氣批就進去超實 即是這個其實是屬於這裡 是的 沒錯 我想問一下 有時候我們說有柱風格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就屬於這條 三批那個位置 是的 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說的 當然是說風格的東西 但是風格的東西是牽一發動全身的 簡單來說 我知道風格可以分乾色和濕色 我們待會過去旁邊再說給大家聽 好了 剛剛我們說了那麼久 風格不同的質料 不同的結構上面的東西 我們當然要來個風格的小測試 大成哥 眼前我們兩風格的風格是 這個原裝風格 這個高流量風格 我們眼前的高流量風格 就更加是濕色的風格 是的 沒錯 所以摸上手 有少少少的油漬 對 質量有少少的油漬 對 另外大家都會感受到膠袋 就是因為我們在風格後面 綁住了兩個一模一樣的大小的垃圾膠袋 我們待會就會拿大成哥 手上的風窗 嘗試噴風下去 看看各自原裝的風格 和賽車用的高流量風格 究竟需要多久的時間 先把膠袋吹起 吹起 吹起 1 2 1 開始 現在膠袋吹起了一倍 我看它吹起 大概是 10秒 大概11秒 10秒 左右的時間 就是原裝風格 現在到我了 我又拿著計時器 把膠袋吹起 先 以示公正 好 我們掃三針 3 2 1 開始 嘩 成功了 成功了 3秒到4秒鐘的時間 已經吹起了 膠袋 所以除了眼睛看到它 透光度高 其實流量都大很多 是啊 我們在那邊講了 乾色和濕色的風格 冬菇來說它是哪一款 這款是乾色的 是啊 乾色的高流量風格 所以冬菇有濕色的 其實 有部分是有濕色的 是啊 分別就是噴了 有些用油質 這個高密 其實都幾密的 你看它 這纖維是幾密的 它這個就換了冬菇這一款的風格 其實它還有哪些位置要特意改動 去配合整個運算的呢 這個儲風箱呢 這個位置 剛剛給你加上儲風箱 每一個人開車 改了之後的要求不同 有些我們欣賞的 有些我只是快車OK的 有些我起步快一點的 這樣 所以呢 這些小改動 屬於小改動的 帶動的 521 jo 588 升宴 5 5 3 5 5 5 6 5 5 6 7